这里看到的是这个月的单词 今天我们应该讲 Doze off 打瞌睡 打盹 比如说我们的猫 Our cat likes dozing off on sofa at noon 它喜欢在中午在沙发上打一个盹 然后Final是昨天学的 漏斗 漏斗形状的东西 以及人传的烟囱 还有一个下面一个单词 第三个 Toss and turn 昨天很不好意思 在油管上的video没有声音 所以今天先把这个单词过一下 我们打进去过吧 Toss and tur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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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转转反车不能寐 难以入睡 从单个单词来说 Toss 它就是甩东西啊 Turn呢就是转 也有转来转去的意思 比如说 Turn over Turn back 转身啊 转回啊 She was tossing and turning all night 她整晚都是翻来覆去的 睡不着 没有睡啊 这个是个一点啊 To move about And turn over in bed Because you are unable to sleep Move about 就是动来动去 Turn over 就是转身啊 转这边 转那边 In bed 在床上 那么你在床上 动来动去 转来转去 因为 Because 后面跟上一个完整的句子 有组为兵 主意是 You 你 那么 那个 Way动词 就是 B动词 R 后面跟上 Unable to do something 不能做 To后面的事情 如果能做呢 就把 Unable 这个 You N 前缀拿掉 如果你说 Able to do something 就是 我能做什么 这里是 不能做什么 最后这个动词 是 Sleep 入睡 睡觉 She was tossing and turning all night 她就整晚的都不能够睡 不能寐 好 你要不要把它念一下 She was tossing and turning all night Definition to move about and turn over in bed Because you are unable to sleep She was tossing and turning all night 然后我们来看今天的单词 怎么回过去呢 这样 回到这个 Doze off 我看 11月18日的 先听一下读音 Doze off Doze off 字母O 还是发字母O的音 Doze off 打瞌睡 就中间那个小男孩 他睡着了 打短 你说他会 一直睡吗 不会 会很短的时间 我们先来看他的定义 好吧 好 说 to 就冒号后面 to fall asleep especially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就你是入睡了 for a sleep 就入睡了 说明你是睡了 特别是 for就是多长多长时间 一个非常短转的时间 a short period of time 短的 a period就是一个阶段 那么图片描述下说 a student doze off in class 在上课的时候 打瞌睡的一个学生 a few students doze off during the movie 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 有几位学生打瞌睡了 这个电影可能 是一个他们不感兴趣的 什么片子 中间给出两个 敬意的动词 单语 一个是 nodded off nodded off和dozed off 几乎可以互换 但是后面那个 dropped off 我会 我会这么用 就是如果我们在 沙发上 躺一下 我们可以用前面 doze off or nod off 但是如果我们 在床上去睡 我们说drop off 入睡 比如说我很累了 我一到床上 我就dropped off 我就睡着了 他常叫睡着了 那么那个 doze off和not off 那就打个课睡 我一会儿就要醒了 好了 还是你念好不好 好嘞 我一会儿就要睡着了 我一会儿就要睡着了 我一会儿就要睡着了